哈囉大家好 我是祥禮 歡迎繼續回來方舟生存計畫 我旁邊是我們上一集 續服的熊啾啾氣昂昂的阿根廷巨嬰 那我騎著他其實有去飛了一下地圖 然後也有用他去找到了那個筆記本 筆記本只要一找到的話 經驗值很多 所以他其實就是有升了一些等級 然後我發現了另外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一邊 這個金屬的部分有沒有 金屬我們這邊他是一整組300個 可是在他身上的重量只有150 我如果拿過來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在我身上的重量就是300 所以說他本來阿根廷巨嬰的設計上 就是用來帶東西的有沒有 他不只這個重量會減半之外 石頭的重量他也會減半 有沒有15.5 但是在我身上是31 所以他本來就是要給我們用來 拿東西用的啦 所以我們就先把這些金屬拿進去燒一下吧 那我才拿一半我就已經操縱了 那這邊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的金屬 早就已經在這邊先燒了 那已經燒了好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們這邊的金屬有一定的數量了 然後現在的話 我們當然就是不要再怎麼使用這種原始的弓 對不對 我們先升級一下吧 變成所謂的哪裡來著 遠程武器裡面的 十字弓先給他下去 那十字弓的話 在什麼講使用麻醉劍的時候 效率也會更好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 比較省一些麻醉劍 好像也是蠻不錯的 那另外當然就是 我不知道夠不夠 反正就是我們的裝備 看起來要把他給升上去 護甲在這裡 然後我們要做的是 不是護盾 是護甲在金屬的 金屬在這裡 所以在這裡 我們全部都看能不能把他給打造一下 原來我還沒學習是嗎 在這裡 原來他的名字叫做防彈護腿 防彈胸甲 他說具有極強的防禦效果 但是幾乎沒有炎熱和寒冷抗性 沒關係 這個我們都先學下去了 既然他是具有極強的防禦效果 我們就學一下 當然如果說路上能夠開到寶箱裡面 有拿到這個 應該是會更好吧 這個就 如果有拿到的時候再說吧 這個我們還是只能夠自己先來打造一下 所以五個配件 全部都可以給他打造出來 完全沒有問題 護甲值是100 這一個護甲是100 那我們原本的這個一個護甲是50 所以說是有差的沒有錯 就是變兩倍了 也還行 我們就先把這些全部拿下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我是一個 超級流浪漢的樣子 既然如此的話 也許我應該也要做一把剪刀是不是 好 剪刀在這裡 我們插 剪刀要黑曜石什麼 呵呵呵 剪刀是這麼神奇的東西 你修剪毛髮 你需要黑曜石 你是在跟我開玩笑的吧 呵呵 哇傻魚 開玩笑欸 真的 呵呵 好吧沒關係 我們就保持這個流浪漢的樣子吧 那總之呢 就是我們這皮膚呢 反正先給他套用上去對吧 然後我們的護甲一百的就先上去 一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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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我們的護甲再次升級了 這就是500的護甲值啦 總共 喔天啊 原本是250下面500了 應該有再強一點了吧 應該吧 那甲殼的呢就沒關係啦 就先丟掉了吧 大概也不會 未來也不會想要怎麼拿他了 然後我們的這個弓呢 原始的弓我們看一下 我們先把彈藥呢 先拆除之後呢 我們也把弓呢先丟掉 我們直接換成了十字弓 我們先把十字弓呢抓起來 看一下 Yes Yes 他用的是一般的劍欸 我們也要用一般的劍 我們要用的是麻醉劍 先給他裝上來一下吧 所以這邊有一隻淡水碳龜對不對 我們還沒有抓的 這個等級12的淡水碳龜 那我們是不是呢看看 他要來攻擊我了耶 他要逃了他要逃了 他要暈了 所以他要逃了有沒有 欸暈了 Yes 所以我們可以來抓一下 這個淡水碳龜了 他就在我家附近直接出現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抓他就對了 不用想太多了 那三角龍身上呢 應該好像沒多少 我們紫色的這個可以拿一下 對 欸欸欸 我只是要去喝個水而已啊 然後就走過去而已 那我已經成功訓養一隻淡水碳龜了 那既然他叫龜 我們就叫他龜派氣功吧 雖然可能 可能不見得有那麼厲害的樣子 龜派氣功這麼厲害 但是我們就給他 給他這樣子寫下去吧 然後我們用水袋來喝水一下 那他會想要跟著我對不對 那我們就讓他這樣子跑過來好了 沒關係哦 他跑的是不是會有點慢 不是有一點而已 是相當的緩慢 那既然如此的話呢 我們乾脆就叫他先 關閉一下跟隨吧 然後他會自己去隨便走一下 不管了 欸他越走越遠了欸欸欸你要走去哪裡 我這個 就這麼不想要跟著我就對了 哈哈哈哈 我已經遠離了好一段距離了 他就還是一直不想跟著我 那淡水碳龜的那個鞍呢 我已經是有先學了 淡水碳龜的鞍看起來是在我身上就可以 製作的水泥需要10個 瘦皮大量纖維大量這樣子 所以水泥要10個 水泥我可能做不了10個 製作全部也只有9個而已哦 呃但我這邊好像還剛好有多的 還在這裡面 欸有有多的 但是我們先放進來好了 因為我這邊有一個東西也想要製作的 是叫做什麼爪勾的東西 爪勾 對在這裡 這爪勾的話呢 也是後面才新增的東西哦 那我沒有試過 我想要就把它給拿出來 然後我們可以去試一下這個爪勾 他說掛在十字弓上的嘛 剛好我們有了十字弓了 所以就 呃我們這先拿起來一下 欸水泥 水泥再拿一下 在這裡面 我們的阿根廷菊英身上應該是都會有啦 毛皮的話啦 毛皮一定都會有了嘛 就是 他身上現在能夠帶的東西真的還蠻多的哦 那纖維的部分呢 我們就直接使用這一把 之前在箱子裡面有開到的鐮刀 我們就來蒐集一下 纖維 纖維 有啦 然後我們淡水碳龜的鞍呢 也就像這樣子先把它給製作出來 然後我們使用這個好了 我把它掛上來看一下 這個東西我真的是完全沒有使用過 那我很好奇 到底用起來是怎麼樣哦 那不管怎麼說呢 我們淡水碳龜的鞍就先給他裝上去 這個沒有任何的問題 重量呢 286而已嗎 303看來他能帶的重量真的也很少啊 上來他是不是要操縱哦 呃 呃果然上來他就 哦還沒有操縱 但是這就是淡水碳龜啊 哈哈哈 可是他整個材質 我覺得好像也是跟以前好多了對不對 所以整個他那個立體感 就很有出來了 哈哈哈哈 我怎麼感覺他的移動像是在 抽搐一樣 那這邊就是很可惜 那個鐮刀龍自己衝下來有沒有 然後就有被我們這邊的 恐龍呢 全部都解決掉了 所以那個鐮刀龍呢就不見了 好啦 所以我們就騎著我們的阿根廷巨醫 先飛了吧 我們那個現在我是已經 裝甲也已經升級了對吧 我本人裝甲也升級了 然後武器的部分呢 有這一個爪勾 我不知道他到底在行動上會是什麼樣 所以我們要先去測試一下 像例如那一邊好了 就那一邊 我看能不能在比較低的地方 然後使用爪勾 直接勾到比較高的地方 哦或者是那邊好了 那邊就可以了 那邊有個瀑布那邊也可以 還蠻多地方可以測試的嘛 欸欸欸欸 哦 那個菁英的薛摩龍還在哦 哇塞 欸很兇欸 哦 哦 糟糕了 極背龍也在 所以極背龍跟菁英迅猛龍 現在全部都到這邊來了 啊就離我家好像也已經要越來越近了 這邊有另外一隻鐮刀龍 欸欸這邊好兇殘啊 欸這邊超兇殘的欸 呃 我先休息一下就對了 我先休息一下 菁英迅猛龍如果要來的話呢 我們直接來解決他一下好了 不對 我覺得應該就是要直接把他解決掉了 那我看一下我的阿根廷菁英應該是說 升過幾了嘛 升過幾了40多等了 阿根廷菁英是有什麼好怕的 這個先來打一下吧 等級7的嘛 輕鬆 來我們試試看好了 他要跟我打了是吧 哇好快啊 他好快啊 來啊 來啊 我看我有沒有暈眩值 暈眩值什麼的沒有出現那還好 欸他跑了他跑了 你要跑了嗎 你想跑啊你 想跑嗎你 想跑 想跑嗎 唉呦唉呦唉呦 有點兇 有點兇有點兇 別想跑啊你 來啊成功了 等級17的菁英迅猛龍結局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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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會不會有那個 暈眩值的東西出來 結果是 這個蜻蜓就來了 蜻蜓我們再繞回去一下 這個蜻蜓要先解決掉才行 巨脈蜻蜓 給他死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我們 那隻菁英迅猛龍 是不是屍體已經被我給收起來了 可能是哦 哈哈 幸虧他等級都不是很高的 哦 十字弩 更好的 我自己才製作了一個而已 結果這邊就出現了更好的 我們先把彈藥先移除吧 我們就拿這個更好的吧 然後我們看一下 鐮刀龍的話在那邊 欸鐮刀龍既然出現了 我們就來抓一下他 他好像被樹給卡住了是不是啊 趁現在啊 哈哈 我這邊你看大家大量的這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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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要現在就去抓他了 沒有錯沒有錯 現在就是抓他的最好時機了 雖然不知道他等級多少 但既然他已經出現了 我們就先來抓再說了吧 啊我的 欸 5 嚇死我了 我還以為是發生什麼事了 看來是這邊 但這個也在這邊鬧 這個在這邊鬧 我們就先戳死他再說了 很好等級36的 錯沒 欸他真的被卡住了耶 既然如此我們就直接來一下吧 yes 嗯 哈哈哈哈 喂 我原來他衝刺的樣子是這樣子啊 欸我們最好不要那個 亂再亂移動那個位置了喔 因為他等一下 就可能會有危險 我們亂移動 啊他跑他跑 休想跑 我們插他屁股 休想逃跑了 再插他 他已經沒有他已經不可能再躲得掉了 我們再插 對沒錯沒錯沒錯 別想跑 你別想要跑到水裡面去啊 最後想要去哪裡 喔喔喔應該不會來找我 但是欸他原來這麼能跑啊 中欸一直在射他 但是他真的不容易弄暈 還是他等級特別高啊 我剛剛沒看 暈了 yes 那之前聽大家說呢 他是草食性的是不是 所以我要在這附近呢 大家反正這附近的莓果很多 所以我可以把這附近的莓果呢 全部都拿了就對了 我們先把我們的阿根廷巨英 先拿回來 因為那邊有一隻疾背龍 這個我有點擔心啊 所以還是先把他拿回來好了 雖然我覺得 這隻疾背龍是不是等級1的對不對 等級1的話 我的阿根廷巨英打他 應該是沒問題啦 看一下 但他是等級1的啦 可能沒問題 但是我們就是到時候呢 就是要看要不要來抓他 但總而言之 我們現在有了 鐮刀龍應該是可以 應該是可以 馴服的起來才對 只要不要有哪一些 什麼不適食物的家伙 突然之間衝過來就好了 那這附近的話呢 反正我就 阿根廷巨英先停在這邊嘛 我們先拿點東西吧 哇 我看他等級了 他等級到底是 對 他等級到底多少來著 我們來看一下 他等級是 他等級29 難怪剛剛要那麼多件 天啊 然後麻醉藥呢 看來也是很有需要的 這個麻醉藥呢 也全部 我們要直接塞到他的身上去了 這個麻醉藥呢 就是要直接塞進來了 沒錯 很好 我們鐮刀龍終於是起來了 那就叫他做 那既然他的名字叫鐮刀龍的話呢 我們直接叫他 殺手 哈哈哈哈 殺手就是你了 噢天啊 這看起來真的是有點凶狠啊 這個沒關係 我們就讓他跟著我吧 因為剛馴服完畢的話 他應該都是直接會跟著我 好大一隻喔 其實 走吧 我們先回家一下 然後我剛剛是先學了一下 鐮刀龍的安了 那應該回家可以 哇 他奔跑的樣子好可怕 真的好像一個殺手啊 好 那我們先下來一下 鐮刀龍好大一隻 鐮刀龍 呃 查看採集等級 呃 附加威力採集 呃 附加精細採集 就是100%這樣子 那我們再看一下 呃 呃 行為設置吧是這個 關閉先關閉跟隨 哦 他就不會想要離開了 關閉跟隨就這樣子站在原地 哦 天啊 鐮刀龍 那直接等級43了 因為一開始抓的話 等級就還蠻高的 那就變成說 我們要來製作鐮刀龍的安 鐮刀龍的安 我們缺一大堆東西 纖維獸皮木頭都缺 好啦 我們的三角龍呢 又可以繼續的去採集木頭了 他現在變成 採集木頭專門人了 哇 這邊就是這個固定的位置 一直都會有這個物資箱過來 等一下可以繼續看一下 到底我們會有些什麼樣的東西了 那我們先來 呃 收集一些木頭 那在這裡啦 鐮刀龍的安 那其實有大量的安 都是要在這裡面學習 應該說在這裡面製作的嘛 其中也還是有一些什麼平台鞍 對不對 蛇頸龍平台鞍 哇這些東西看起來真的很酷 但是我們 不管怎麼說 鐮刀龍今天居然抓到 原本山上那一隻下來 然後被打死了 我以為沒什麼機會了 結果居然立刻又給我遇到 另外一隻等級更高的鐮刀龍 真的是 蠻神奇的 這個機遇啊 所以我們現在終於也有了 一個鞍 可以給我們的鐮刀龍 給他呢 帶上去了 啊說也奇怪 啊說是下雨了 啊然後結果我還是覺得有點熱 是怎樣 這個雨都是熱的雨 是不是啊 他下熱水下來 欸對我試試看 這個東西 我能不能就抓他 我被他抓走了嗎 我被他抓走了 我把繩子放開了嗎 吼 我繩子被他抓著走欸 喂 這個 我好像有點 有點要完蛋了吗 我只能等他自己飛下來的嗎 這是什麼狀況啊 我被他帶著走了 我把繩子放長 我把繩子放長 我把繩子放長一點 然後 結果這個還真的可以用來插他喔 插了他之後 然後 然後我就被他給直接抓到飛上天了 他是不會超重喔 好現在是很好的問題 為什麼把這東西給回收了 這個東西我要如何回收啊 下蹲是分離啦 他的意思是我們下蹲啊 跳躍加收繩等於超級跳 我們先下蹲一下好了 下蹲OK有了有了 我們收了收了應該是按下蹲鍵啦 他的操作方法就是寫在了 啊問題是 我把 他不會還我欸 爪勾原來射出去之後是 射出去之後就無法再那樣子回收了嗎 頂多就是一直跟著他跑就對了嗎 然後 意思就是如果說我用這個爪勾 然後射到封城一龍身上然後 我可以再套另外一把十字弓上面裝麻醉劍 然後我在他的屁股底下一直射他嗎 因為繩子一直勾著了嗎 可是他如果摔下來我不是也跟著摔死了 我決定再製作一個爪勾出來 欸兩個好了我們再製作兩個爪勾出來 然後我們先帶在身上一下齁 先帶著就對了 我覺得他奔跑起來的樣子真的是 有點凶狠欸真的 奔跑起來的樣子真的是還蠻誇張的 然後他攻擊的話就是抓抓這樣子 那右鍵的話呢 目前右鍵他在幹嘛 他右鍵這個好像在收收幾東西還是什麼的 我們看一下他右鍵是不是要來收東西的 是欸他右鍵就來收集東西了 他右鍵就可以收一大堆的纖維 他的右鍵就是當做鐮刀囉 果然不會是鐮刀囉 然後這個一般攻擊的時候真的是無法收集 那個什麼果實的就對了 好我們騎著我們的這個殺手先出去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他的奔跑真的 我覺得我們先那個不奔跑的狀態好了 欸欸好就是像這樣的那個 所以他不奔跑的時候是像這個樣子 那他如果奔跑起來的話呢 哇塞 真的很有殺手的風範的樣子喔 那我現在這一隻等級47喔 欸但是我是有稍微我都是加他的重量 因為他身上的重量真的是能帶的太少了 所以不見得那麼方便喔 但是我們騎著他去看一下能不能打掉那一隻擊背龍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他看來也算是還蠻會跑的樣子喔 然後真的還蠻方便的吧 他如果肚子餓了的話呢 欸就自己自己搜刮一下啊 欸但是他只是拿一大堆纖維而已喔 他沒有辦法拿果實嗎 他就是拿一大堆纖維而已 他並不怎麼拿果實的 所以他就是收集纖維 然後還有就是收集木頭的非常良好的一個龍 但是問題來了 他那個傢伙如果卡在樹林堆裡面對不對 然後呢 我這一隻在這裡面跟他對戰 然後我這一隻身上就會收集一大堆的木頭 然後就操縱了 操縱了之後呢會怎麼樣 我就在原地動不了了 好像反而也不是什麼好事喔 那不然就是只好呢 把他引過來吧 他應該會想要來打我吧 顯然他並不是想要打我 他是去打複傑龍了 我們還是得把他引到空曠的地方來才行喔 呃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好吧去引一下吧 他應該也蠻容易卡住的嘛 還是他 他其實不會主動來打鐮刀龍嗎 所以他其實也不是 欸他其實不會主動打鐮刀龍 喔來了來了來了 那我們就打一下吧 他是不是馬上 但是我馬上就操縱了 欸他死了他死了 他身上是不是會有流血效果 所以不管怎麼說 我還是只能夠全部都加他的重量一下 反正把他的重量加到一定程度的話呢 騎著他就沒什麼問題了 那現在我真的 因為他這個等級只有1啦 啊等級1的話呢真的是沒什麼大不了的啦 那他就已經掛掉了嘛 我們東西呢就先稍微拿一下吧 誰在打東西 應該是有什麼那個吧 果然有東西在打他 那個又是那個 那個巨脈蜻蜻 巨脈蜻專門在那邊收屍體的 我們把巨脈蜻蜻先幹掉吧 而且他跑步的速度呢也並不慢喔 感覺還蠻好 前面又一隻鐮刀龍欸 怎麼又一隻啊 我最近怎麼瘋狂出鐮刀龍 我家這附近是怎樣 沒有關係我們看 怎麼下面出了一隻 這個等級17的鐮刀龍啊 這個我們先把他打死吧 雙擊龍等級3 那他等級17 我這個等級可是多少來這呢 40 40多了來這 50了咧 50等的鐮刀龍 打這一個傢伙 應該不成問題才對 先打再說再打 好兇喔 真的好兇喔 很兇欸真的 可是看來完全還是沒有什麼問題喔 那我們在這邊看他們自己在那邊打得很爽就可以了 所以像這種東西呢 雙擊龍什麼的都很簡單 這個當然去猛龍等級7也不成問題 在這邊輕鬆 碾壓這邊欸 怎麼又有鐮刀龍 等一下除了鐮刀龍之外還有其他的欸 那邊有其他的 我看到了 我們過去看一下 先看能不能把這個旁邊這隻鐮刀龍也先解決一下喔 那個他現在來說的話經驗值應該也還是蠻重要的喔 他的升級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喔 他會不會來主動來打我呢 看到我騎在這一隻他的同伴的背上應該會生氣吧 說這個叛徒然後不爽這樣欸 泰克 泰克迅猛龍欸死了死了鐮刀龍的爪子直接獲得 喔 殺礦獸喔 殺礦獸看起來好像 很更遠一點的地方看起來好像會有一點像是怎麼樣斑馬那種感覺喔 殺礦獸欸這邊很多泰克的那個 迅猛龍也被他們給解決掉了耶 但是我們這個鐮刀龍呢 我相信在這邊要來解決他們可能不成什麼樣的問題 來來來我們試試看 會不會主要是看他們會不會主動打我啦 好像其實是不會欸 欸欸欸其實很強欸哇還會丟東西的嗎 哇塞 原來是會丟東西啦 欸他丟什麼東西 他丟東西還會讓我中毒 他丟的是什麼東西來著 原來如此這都是後面新增的生物 所以我還不太清楚他們的這些狀況啊 哇欸欸欸欸這附近一直出鐮刀龍啊最近 怎麼搞的 又一隻就對了 登機50的三角龍我的天 不過呢鐮刀龍真不愧還是很可怕的家伙有沒有 哇塞還好 我一開始找到他的時候呢 這隻鐮刀龍是被卡在兩棵樹的中間 然後一直走不過來 然後他就真的那樣子一直被卡著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隻好了 來打吧 再來啊 再來啊 欸其實這樣子有點兇殘欸 因為我呢騎乘這一隻鐮刀龍 然後讓這隻鐮刀龍呢去打他自己的同伴這樣 然後就吃 好啦我們來這個物資箱這邊看一下 這個物資箱的話 欸原來都是給皮革裝備而已啊 那沒什麼了沒什麼大不了的 那現在的問題就只是說鐮刀龍的食物什麼的 如果在路上逛街的話呢還是得由我來收集給他 畢竟他如果 他採集不了他只能採集纖維嗎 哇塞所以大家看這個 隨便一隻鐮刀龍已經就差不多是 應該不是說差不多了 他就是比我自己原本蓋的這一個 小茅草屋還要來的大了 而且我這還是一個2x2的欸 如果只蓋一個1x1的 就是只有一格的茅草屋的話 那根本連他的這個體型都還不到吧 那這邊的話呢是說有加12級可以使用 那就是附加威力採集或者附加精細採集 這兩種的話呢欸就各一半好了啦 這個乾脆我們就各一半吧 好啦那所以我在我家這邊測試一下這個東西好了啦 那如果我如果想要這樣子攀上去是有可能的嗎 我不知道欸我點多只能像這樣子嘛 然後我們那個回收一下欸不行欸 跳躍加收繩等於超級跳 可以超級跳 跳躍加收繩 喔所以收繩就收上來了耶 我真的收上來了 喔然後再跳 OK有了有了 但是我會摔到 所以如果沒有控制好的話 喔原來如此 他的控制方式呢我還在慢慢的摸當中喔 那就是像這樣子收上去有沒有 我們到這裡了之後呢再往上用力一跳 就可以踩上來了 然後我們的抓勾有回來嗎 我們的抓勾呢也沒有回來喔 比如說如果想要用這種方式移動的話 身上可能還是要多帶一些抓勾的 而且還是有摔死的風險 不過我們可以成功的從下面呢 到上面這邊來還算可以吧 那這個抓勾可能就比較不會像是想要弄那麼多的東西 因為他一個就要消耗九個金屬錠了 九個金屬錠的話 會真的會比較麻煩一點喔 然後而且只要是你射出去之後呢 就不會再回收了 變真的只有在非常非常有必要使用他的時候才會使用吧 那就等於說一開始也不用製作太多就是了 所以這個十字弓的話呢 最主要應該還是用來弄這個麻醉劍的 是的那我們今天的話呢當然也就是很高興的 把我們的殺手給弄出來了 馴服了 原本我今天是想要說先去找一隻什麼疾背龍 他在那邊馴服一下 結果他竟然出現了我們就馴服了他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方舟生存進化 感謝大家的收看喔 期待我們下一回再見啦 大家掰掰 鐮刀龍真的是還蠻帥的 殺手這個名字看來也非常的適合他